各位全國投資網大家好 歡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盤高手 我是高憲榮 您現在收看的節目 是我們在2月27號 跟大家所做的專業台股報告 提供大家最專業的解盤分析 希望對您的操作能夠有所幫助 也期待能夠跟您一起來 征服股海共創雙贏 好 今天節目一開始 先來恭喜一下全國的會員朋友們 當今天的大盤指數 在很多人想說 半年線應該可以買股票了 繼續的加碼 攤平 結果大盤指數卻是開平 震盪 收低 殺破了半年線再度大跌141點 大部分的投資人 前幾天不斷的買 不斷的買 現在又重傷 又套牢的時候 憲榮老師今天再度幫助會員朋友 利用快打當衝作戰 穩穩的大賺到6塊錢的價差 怎麼賺的 好 先來看一下 這是今天2月27號 第一通訊息9點09分 那時候指數還在平盤之上 我強調每天第一步 我們當衝不要盲目的追高殺低 先觀察盤式結構來決定 是不是該做短多還是該做短空 那像今天的盤提到 每股禮拜三開高走低 稻穹翻黑跌了123點 台積電ADR漲了2.2% 但是小稻穹期今天早上又跌了 又跌了180幾點 那台股指數早盤是開平的 小漲3點 首盤是個多方量看起來往上拉 但是只有114億 所以預估量這個地方 今天早盤指數開平的時候 只有1200、1300 呈現亮縮的態勢 加上旗指今天明顯比現貨弱勢 現貨還紅的時候 旗指已經率先翻黑 而且擴大逆價差了 所以看到小稻穹期早盤又跌 看到今天大盤開平 但是亮縮 看到旗指今天比現貨弱勢 率先翻黑還擴大逆價差來看 研判指數今天應該是 開平震盪之後 有可能會再度走低收低下去 當然仍然要持續留意 台積電跟國際盤表現 那所以今天的盤 既然判斷指數開平震盪 有可能會再收低 怎麼操作 當然不能夠隨便又去搶反彈 當然要趁著地方指數 開平盤附近的時候 找股票我們做個先買 等到下半場殺下去 我們再買回來 就可以賺中間的價差 是不是這樣 來各位投資網看看 今天我們鎖定的標的 散熱模組當中 6230的超重 超重最近利多頻傳 報紙都在寫 5G的手機機地台 還有伺服器等等 散熱的需求強勁 甚至超重在啟動史上最大擴產計畫 那但是利多消息頻傳 我說做當衝 其實做股票都一樣 重點不在於消息是利多還利空 而在於你要去看懂背後大戶在做什麼 那怎麼去看 運用技術分析就可以觀察出來 像技術面就觀察到 昨天散熱模組股價是怎樣 帶量拉高上去的 很多人在昨天應該看到很多老師 又在喊進散熱模組了 對不對 看到長紅拉上去 就帶火雲去追了一堆 但是我說先觀察籌碼 結果發現昨天拉高 主要買盤都是來自於短線的大戶 那總在做隔日沖的 拉個一根紅棒 吸引散戶追 追完隔天人家就要賣了 你要去追嗎 很容易被出貨嘛 那今天早盤 朝天拉紅棒今天開高 發現到手盤是個空方量 馬上賣壓觸籠 反彈也站不上早盤均價 這個其實就可以看出來 就今天早盤開個高 馬上出現空方量 然後動能指標 也持續翻黑 這都告訴我們 只有大戶在出貨 有轉弱訊號 所以今天大盤也判斷開平震盪 我們就先賣後買 6230的操縱 這是今天早上 9點30分發出的指令 6230操縱 短線技術面轉弱 定價240、241之間 現股先做賣出 轉弱就要先賣 請勿用市價追高殺低 我們定價240到241 你說有沒有賣到 來 9點30分發出的指令 9點47分了 股價在座多少 241塊的價位 是不是掛240、240.5、21都能成交到 對不對 當然今天目標 我們說定在238 馬上有會員問 今天怎麼賺 這樣子2塊就好了嗎 2塊半就好嗎 再強調一次 這純粹比物啦 憲榮老師強調 我們當衝要成為贏家 不要只想要賺個小的 要預期報酬能夠大於風險的時候 有機會賺就賺大的 賠就賠小的 有機會賺多的賠賠少的 我們才會出手 所以當然不可能說 只會賺個2塊半就來出手 這個純粹比物 所以後面又發了一通更正 超重的目標應該是在228塊 那後來呢 後來股價反彈來到241 空單都成交到之後呢 順利的殺下去 11點多還不到12點 已經跌到233.5 到最後收盤再殺一波下去 這地方最後收在最低227 那不過今天為了這地方 還不到12點 就已經殺到233.5了 讓會員朋友能夠安心吃個午餐 免得下半場還有變數 所以我們提前在11點多 12點之前 建議大家234塊 先把它買回來 穩穩的先將早盤240.5賣的 234.5更正這應該是234.5的價位 把它買回 所以今天穩穩的賺個 6塊錢的一個價差 順利的放在口袋裡來了 中午又可以去吃個大餐 因為今天如果說 操作個100萬 大概可以做個5張的話 今天快樂當充足 一天又幫別人 幫會員朋友 把別人一個月的薪水 可能3萬塊左右 我們一天又穩穩的賺進口袋裡來 3萬塊 這夠剛好連續三天 228的一個假期 帶家人去吃個大餐 或者是安排一個溫馨的小旅行 對不對 最近大家都說 這個疫情嚴重 可是東部那一邊 包括台東 好像這個疫情沒有那麼緊張 大家就可以去郊外多走一走 那這部分就是我們賺錢的目的 對不對 今天又利用當充 穩穩的把獲利放在口袋裡了 不過我要去強調 你看憲榮老師的節目 我常常說 重點不是去看憲榮老師 今天又幫貨員賺了多少錢 因為如果你沒來跟著我們一起操作 這其實對你來講沒有太大的意義 那重點是在什麼 重點是你要去從憲榮老師的操作當中 看懂憲榮老師做股票的方法 很多人都以為做當充 就是看著盤嘛 現在有什麼股票大單在拉了 就趕快追嘛 賺個兩三毛就跑嘛 別人怎麼做我不管 但是我只說這樣做 你常常就是賺只能賺個兩三毛 看錯捨不得賣 只想要凹凹看 到最後不小心就中傷 我當充絕對不是這樣亂做 那憲榮老師的當充 不是這樣做那怎麼做呢 而是每天你去看到我的方法 SOP 每天先觀察盤式 攻擊盤我才做短多 整理盤才會做短空 再從一千多檔找到符合條件 夠把握夠獲利空間的個股 確認轉折時果斷出手 並且遵守紀律 當天進當天出 看準目標才來做操作 就是這樣的原則 你要先去看懂 因為我常常說 很多人為了自己省一點小錢 想要自己做 結果方法錯了 還用錯誤的方法一直做下去 到最後越賠越多 股市最貴的學費就是這樣子 錯誤的方法不知道要改 自己做下去 幾十萬上百萬都在賠 可是當你方法正確的時候 你會發現賺錢的機會就很高 不敢說穩紮穩打天天都賺 那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憲榮老師會很穩健的 幫會員朋友操作 像這個禮拜 我們每一筆都誠實跟大家講 禮拜一那天大盤 開低急殺之後低檔轄浮震盪 因為沒有能夠找到符合條件 而且足夠獲利空間的個股 適合出手 沒有什麼賺大的機會 我就建議會員朋友修兵一天 等待看準目標了 再來出手 好這是禮拜一 2月24 那禮拜二2月25號 那一天是開低急殺 先跌個100多點 又急盤翻紅上來 盤勢震盪幅度太大 而且屬於非常態的盤式結構 就平常正常盤不會這樣走 既然不是正常盤 我們沒有辦法用正常的操作 邏輯去判斷的時候 當沖操作難度會比較高 我們就不要貿然的去賭他 會員 憲榮老師不會拿會員朋友的錢去賭 所以當沖又休息一天 等看準目標再出手 連續休息兩天之後 禮拜三26號 判斷大盤開低震大 有可能再收低 那當然就要找機會 趁著反彈短空 昨天跟他講了 設備股3413的金頂 利多頻傳之下 有大戶持續出貨跡象 動能指標翻黑轉弱訊號出來 先賣後買 昨天賣在174.5 殺下去尾盤低點172買回 2塊半的價差 小賺穩穩的放進口袋 操作6張 昨天100萬操作個6張 很多人賺個1萬多塊 穩穩的放在口袋裡了 今天這個地方又判斷 大盤先開低平震盪 但是可能會再收低 所以當然要先買 昨天 今天操縱開個高 大戶拉高出貨 翻黑轉弱訊號出來 找盤240.5先買 對不對 殺下去234.5買回 穩穩的賺個6塊錢的價差 放在口袋裡 100萬操作個5張 今天又3萬塊 資金比較大一點 有人做個10張 可能就6萬塊 你會發現 這就是憲榮老師 怎麼樣運用我們的SOP 穩紮穩打的 在幫會員朋友掌握賺錢的機會 當然如果會員朋友想說 那憲榮老師怎麼去判斷 到底這個盤屬於攻擊盤 要先買 等拉上去再賣 還是個整理盤要先賣 等跌下來再買 那怎麼去選股 怎麼去找到適合當沖的股票 這個部分想學的 提醒大家 我在我的網站上面 都有提供會員朋友 包括超盤級技術分析的教學 包括每個禮拜 還有實戰教學的影音 那像今天2月27號 最新的會員專屬 實戰教學影音 在教什麼 除了教大家 怎麼樣運用技術分析 去掌握指數轉折的 三大關鍵密碼 以及低檔轉牆的五大訊號 之外想做當沖 當沖怎麼判斷先買 還是要先賣 時機怎麼去掌握 以及當沖如果要先買 憲榮老師勝算最高的操作方式 怎麼去選股 什麼叫做順勢操作法 什麼條件出現要用順勢操作 什麼叫反市場操作法 什麼條件出現要反市場的選股 這個部分 都會在會員專屬的 實戰教學當中 運用實戰的範例 來跟大家做探討 希望能夠幫助投資 一邊跟著憲榮老師掌握賺錢機會 一邊點點滴滴的 把我的看盤操盤的功力 傳授給你 有朝一日希望你也能夠成為操盤高手 這個部分會員朋友想要深入了解的 都可以好好來做掌握 那這個盤我提醒大家 仍然要繼續的步步為盈 為什麼呢 好繼續來看 這個盤回到大盤的部分 2月24 2月4號 大盤跌到11183的低點的時候 我跟他講過 有機會先守住半連線 拉高反彈上來 但是當談到2月14號 那一天收盤 1118815 看起來好像沒事了的時候 我們要提醒 量的趨勢在轉弱了 籌碼面也不對了 好 所以我說 目前高檔震盪 其子結算前 可能還會撐在高檔 結算之後就要小心了 又要拉回了 2月21號上個禮拜五 也再提醒大家 那時候指數稍微拉回個兩天 結算完 我說籌碼面不對了 融資開始大增 外資投信 反而在趁機反彈賣股票 這個行情 這禮拜很有可能 就要下攤半年線了 結果真的一波跌下來 那前兩天跌到半年線 一堆人在這地方說 不用怕 這就是第二隻腳 拉回找買點就對了的時候 我跟他講 先不要急著去搶 先不要急著去摸底 先觀察籌碼的一個變化 關鍵就在籌碼的流向 我說如果融資能夠減下來 外資大戶也能夠歸對 這就有機會打第二隻腳 守住半年線沒錯 可是如果融資不堅反增 而外資又持續撤出的話 我跟他講半年線這次會破 對不對 還會再殺 甚至11138 不會是最低點 那昨天也提醒大家 這昨天我說這張表 是我每天寫給會員朋友 分析日記裡頭都會有的 從這裡面看到很多東西 內行的人就知道 未來行情的玄機就在這裡面 像昨天我跟他講 有沒有發現融資 連續兩天指數跌了 都在增加 好外資 股票期貨選擇權都在賣 尤其選擇權空單部位 五萬八千口了 所以我昨天也跟他講 大盤跌破半年線 繼續下探1138的可能性 越來越大了 今天大盤重挫141點 開盤還好開在平盤 收盤重挫 是不是都符合憲榮老師 技術分析的規劃 那接下來行情怎麼辦呢 我們看法都沒有改變 今天跌了141點 昨天跌100多點 融資都還在繼續增加 外資都還在繼續賣 我只能說 現在大盤指數 之前13個月的一個資金行情 讓大盤漲到1萬1 1萬2的歷史高檔 現在月指標高檔背離之後 交叉向下 月K線1月份 高檔空投吞噬出現 資金行情漲了13個月 你認為跌個3天就結束嗎 沒那麼快對不對 到底也很多人問我 這波會跌到哪裡 半年線如果守不住 年線撐不撐得住 會不會下探5年線 5年線大概在1萬點 會不會下探10年線 10年線大概9000點 這個部分我只說 以目前的價量籌碼來看的話 我不預設立場 可能性都在 這個地方2020年 我只能再三強調 庚子年60年輪迴一次的庚子年 風險意識一定要有的情況之下 什麼叫風險 低檔轉牆訊號出現之前 不要輕易的去摸底 什麼叫低檔轉牆訊號 就記得掌握指數轉折有三大關鍵密碼 其中低檔轉牆有五大訊號 這五大訊號沒有出現之前 憲榮老師不會輕易的帶大家摸底買股票 抱抱大爆波段 但是如果底部訊號出現的時候 我希望你已經做好準備 就像當時7000多8000多 憲榮老師帶著會員權力拼大的時候 很多人不敢 可是懂得跟著我低檔權力布局的 當時掌握到賺大的機會了 我希望你能夠做好準備 現在我們在等 這個部分先提醒大家 那目前最好的操作策略 仍然是採取快打當衝作戰 盤中滿手不用去擔心錯失行情 對不對 今天我們又掌握到這個散熱股 操縱6塊錢的價差了 可是盤後又保持空手 所以美股最近大漲又大跌的 一下子強跌會不會又反彈 跟我沒關係 這才叫做生活品質 今天做個一趟操縱 12點不到就已經賺到6塊的價差 5張賺個3萬塊 中午吃飯吃得安安心心 多吃點好料的 對不對 生活品質這才叫做有 下午逛逛街 三天連假帶家人出去走走 睡覺又睡得安安穩穩 重點快進快出 受到大盤趨勢影響低 2018下半年 大盤重挫1800點 我們累積投包率超過8成 去年大盤拉高上來 年度報酬率也超過8成 就是靠著盤中滿手 盤後空手的方式 用最小的風險穩紮穩打 當個快樂當充足 持續的幫助會員朋友 來累積財富 這個部分認同我們理念的 也想掌握像今天操縱這樣子 先賣後買 又是穩穩入帶的一個賺錢方法的 為了幫助大家 這兩天228零假 特別推出一個全面只要228 再加上三重感恩大回饋的活動 只剩下今天 好 提醒投資們想把握的 休息時間就歡迎來跟我們做聯絡 第二階段馬上再回來 我們下期見 运达同顾高老师 28感恩三重好理大放送 一记只要22,800 一记只要22,800 只剩今天尽情把握 大家再见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同顾 极品超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诚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插曲分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同顾高老师 极品超盘团队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超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好 最近感谢很多投资朋友 在打电话进来 在询问 现荣老师的一个极品超盘团队的时候 有投资朋友在问 很认同现荣老师所说的 现在这个盘是历史高档 当冲才是最好操作策略 那可不可以稳扎稳打 每天赚多赚少没关系 都有赚啊 很多人都想要天天都有赚钱机会 我知道 但是我只能再三提醒大家 股票市场没有人能跟那种稳赚不赔的啦 那叫神话 神棍才讲的话 因为你会看到 其实很多的投顾老师 每天电视上 有在讲自己赔钱吗 没有 天天都说自己大获全胜 可是你以为他天天都赚的时候 你去加入你就会发现 都假的 因为这些老师可能每天推荐个三到五档 一个月推荐过几十档 总有几档赚的就拿出来讲 其他赔钱 其他套牢的都不敢说 藏起来了 有些老师一档股票 每天喊买 把会员的钱当作用不完一样 无限加码 反正总有一天会反弹 弹上来的时候 就讲最低点买的赚了多少 高档买的呢 套牢的呢 都藏起来嘛 能帮你赚钱吗 都假的 那有些老师也带你做当冲 说当冲胜率有多高 哇好像稳赚的一样 其实给你一档股票 告诉你 赚了的时候叫你冲掉 哇当冲都有赚 看错的时候就说 这档我们改放波段 所以看错其实就是在凹嘛 凹到最后放波段的 反而害你受重伤 我再三强调 这种做股票的方法 会害你赚小的赔大的 千万不要 这是大忌 那有些老师甚至把会员 分成了N组 每一组股票都不一样 所以每天电视上秀的 哇好像都有赚 都大获全胜 你去加入 怎么电视上表演的 不是自己的 跟自己参加的 永远不是那一组 这种老师能帮你赚钱吗 会发现 你希望一个老师 天天都帮你赚 结果加入之后都被骗了 因为那就是神话 神棍才讲的话 那县荣老师再三强调 做股票一定有看错的时候 但是我们看错一定帮你控制风险 举个例子 上个礼拜五 2月21号 我们锁定被动元件的利新 在利多评传说被动元件在涨价的时候 发现已经有大户在乘利多出货的现象 所以那天齐立新我们建立会员朋友 定价124.5到125先卖 平均卖在125 后来股价没有杀下去 我们试价那时候125 尾盘大概125.5 小赔个五毛钱出场 对不对 盘中有赚没赚 盘后都保持空手 稳中求胜 很多人说好可惜 万一齐立新上个礼拜给他凹着 放着 今天杀到跌停107了 大赚 当然有时候如果凹了可能会赚 可是那就会冒了风险 现龙老师不管怎样 一定把风险摆在最前面 当天进当天出 对不对 所以我一定还是有看错的时候 但是看错那天就算没赚 也是小赔五毛而已 赶快出场 不可能天天赚的 礼拜一没有符合条件 没有获利空间的股票 适合出手 我也叫大家休息 礼拜二 这在盘式属于非常态的结构 急杀又急拉的 当冲难度比较高 我就不要乱赌 稳中求胜 但是让我看准目标了 像昨天的金顶 大户持续在出货 先卖后买 两块半的价差 扔起来 今天操纵 大户拉高出货 先卖后买 12点不到 就赚了六块价差 稳稳的放在口袋 你看到就是这样的方式 持续稳扎稳打在操作 再三强调 我不能保证你天天赚 那叫神话 但是我给你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第一个跟着我做当冲 当天进当天出 没有那种在凹单的 第二个跟着我做当冲 每天最多就两档股票而已 不会给你一堆股票 让你自己设飞标 第三个保证 每个会员收到跟着我做当冲 都会是相同股票 所以第四个最重要 如果节目收得快打当冲股 跟会员收到不一样 如果昨天不是3413的金顶 如果今天不是六二三年的超纵 老师赔偿一百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给大家百分之百的人格诚信 保证给你 坚持不说谎 不骗人 更绝不以主力挂钩 我只求缘分到了 认同县荣老师的投资 一起来加入我们 所以这部分认同的 我们都欢迎大家好好把握住这次228 再加上三重感恩的一个大回馈 只剩今天的时间 休息时间就来跟我们做联络 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去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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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ek 咱巴 俐 到 每 想 怎么 宝 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